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天灾,中国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仅仅牵动着全国各地书画艺术家们的心。 在山西,有这样三位书画艺术家,疫情期间创作了许多抗疫主题书画作品,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以文化的力量化作疫情防控的强大助力。 周立芳,国家一级美术师,太原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疫情期间看到新疆原厄医疗队巴哈鼓励医医生带领患者跳舞,深受感动,于是创作出了最美天使。 郑老师,您好,得知您一直热心公益视野,这次疫情期间也给武汉的一线医务人员送去了画作。 当时您是怎么样想到给他们送画的呢?那个经过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当时呢,我在看到了好多这个关于疫情的一些报道,然后呢,就是突然网上有一则那个新闻比较火,就是武汉方舱医院有一个新疆医疗队的,有一个叫巴哈尔的那个医生,他带领着方舱医院的好多医患,一起玩那个跳舞。 当人患了病了以后,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关键,治疗是一方面,但他的精神也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看到这个画面的话,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 但是我就想,我不能像其他这种医护人员,或者其他一些,像我们的武警官兵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会各界的人,是能躺在这个医疗救助的第一线。我就想我能做点什么。 那您这次做的这幅画,是以这个天山雪莲为素材的吗? 对,后来就想的是,画这个天山雪莲,这个是雪莲花,它那么重结,我就觉得只有雪莲花才能配得上他们这样的一种精神。 那么在这个画卷上面还有这个山脉,连绵起伏的山脉,我们就像那个微微的雄伟的那个大山一样,作为他们的后动来支持他们。 那您这幅画是送到了那位新疆来的,就是去武哈原厄医疗队,新疆原厄医疗队的那位护士是什么? 他们是一个新疆,他们分了几批,第一批,第二批。这个巴哈尔医生他是第二医疗队的。 我玩的是通过转转的几次,通过我们的中国新疆网去联系到当地的这个巴哈尔医生所在的这个医疗队,然后把画作送到他们手里。 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从山西寄到武汉的话,应该是三五天时间。但是当时这个快递就走了十多天到达。 大家当时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地去把这幅画作送到对方手上呢? 因为我一个是说非常感谢他,虽然我不在这个抗疫的第一线,但是他是带给了所有的医患这样他的一个正能量的体现。 因为当时,但凡得那种病,大家好多在方舱医院里头的这个患者,他们都是身边没有亲人,他们其实当时就是一种无助。 那么只有我们的医护人员才是他们的希望。 我觉得巴哈尔医生他不光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一个是能克服这种恐惧也好,或者无助也好, 把他还能带动更多的人去跟病魔去作战,我真的是从内心深处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 我现在想回想起来,当时新疆医疗队接到我的那幅最美天使的那幅画作, 他们当时就说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一定会圆满完成这条任务,完成使命。 当我们的抢方的人员反馈回来这个信息的话,我就觉得我真的太幸福了, 我也很知足,也完成了自己的一点点小的使命。 我觉得也做了一点点贡献吧。 就是有一群人,我们称之为最美逆行者, 他们这些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助这些患者, 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最美肯定是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因为我们在任何时代,尤其在特殊的时代, 每个人身上背负的使命, 还有他完成的一些使命或者任务是不同的。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因为看了很多很多, 包括我身边也有很多这个大夫,他们冲在了第一线, 冲在了我们这个武汉和湖北抗疫的第一线。 他们很多人,有的孩子刚刚才出生, 有的含家里有老人,有的在生病。 非常非常多的感人的故事。 每次看我都热泪盈眶。 通过这次疫情,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在关键时刻, 就是我们这些白衣天使,就是我们这些武警战士, 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社区志愿者, 还有许许多多这样默默无闻的人, 体现出来的这种忘我舍身的这种精神, 确实是非常值得每个人忠敬的。 就是他们不会是我们现在最美的逆行者, 也是我们最值得忠敬的人。 他们应该是写在历史的封碑上的这些人。 因为我们的国家其实就是历经了非常多的磨难, 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考面前, 但是我们都最后平安地度过。 为了什么? 就是我们民众的万众一心。 我们在危难面前, 我们大家一起一条心,就是一盘棋。 所以这种我们中国人, 我们自己的这种民族的精神, 我们的骨子里头留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龙脉, 这种学业确实是不同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疫情对我们国家来说, 对每一个人来说, 真的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考验。 徐近平,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山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在疫情期间创作了《带到春暖花》开始。 这幅画描绘了春日万物勃发的景致。 前景是一束脚脚盛开的玉兰花, 树枝远处是一对鸟儿正高声鸣叫。 玉兰树后则是硕大的芭蕉叶, 彰显出春日的生机勃勃。 《玉兰花》是迎春之花, 也象征朋友间真挚的情意。 严峻疫情当前, 画家接着福带到春暖花开时, 歌颂广大人民对抗击疫情做出的无私奉献, 也传达出对庚子年春日复归生计的期待。 作品拍卖后, 所得的善款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 用于武汉抗疫。 徐院长,您好。 听说您在疫情期间参加了一个慈善拍卖活动, 把仇得的善款直接用于抗疫了。 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呢? 对,当时, 咱们那个杨诗书画频道在3月份, 1月到3月之间, 举办了一个叫美善不息,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工艺拍卖活动。 它主要是组织了全国的100名书画民家, 它和北京荣宝斋排卖有限公司, 还有中华慈善总会这几家单位联合举办。 通知发出去以后, 全国的100名书画家, 百名书画家急急响应。 我当时创作了一幅四次整纸的作品, 叫《带到春暖花开始》。 我是作为一种心情地表达出来, 排卖这场活动下来, 一共是所得善款的是1000多万。 1000多万它都捐给中华慈善总会了。 然后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证书。 您觉得这些征集活动, 还有一些图片书画展, 对于疫情防控有什么作用呢? 三西省美协搞了几次这个活动, 搞了几次大的活动, 就是抗击疫情, 春暖花开, 这样的一个题目。 然后书画家积极踊踊的投稿, 我们一共也收到作品有600多件, 600多件从中选了300多件, 比较好一点的作品。 这些作品在三西美术馆展出以后, 都赠给了抗疫第一线的护士、 大夫, 以示表达书画家对他们的一种崇敬的心情。 我觉得作为一个书画家来说, 我的心情非常的和全国人民一样。 我们只能通过手中的画笔, 把抗疫的这些英雄们歌颂出来, 给他们鼓劲, 给他们加油。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书画形式, 对全国的抗疫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300多件作品都是精品, 都画得非常的好。 包括我们的明老的艺术家, 老前辈的艺术家, 都有多灰毫蒲墨。 医务工作者看了以后很受感动, 对他们的这种清朝也是一种提高。 通过这个艺术的形式, 传递给我们每一个广大的观众, 使他们能够鼓劲, 碰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能够勇往直前, 能够战胜困难, 能最后取得胜利。 牛宝明,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 山西省诗词协会会员。 疫情期间组织了山西省各界书画家, 向山西省图书馆捐赠抗疫书画作品集。 林老师您好,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书画作品是各地的书画家们, 以这个疫情为主题, 然后捐赠给图书馆的这些作品。 这个活动我们知道是您策划和发起的, 当时您是怎么样想到策划这样一场活动的呢? 你看我是中国共产党大学, 我通过这个疫情以后, 就是以大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这么能够给国家增加点力量。 把这个好得好, 我就开始,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湖书画乐了, 和这个咱们情绪图书馆, 他们也是想把这个事情了, 就是要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就把这个, 弄了一个这个作品节, 那么就是说, 通过这个书画的这个作品熟结了, 把咱们中国人民的这个旨期, 我觉得就不能鼓起来。 那今天就是您看了老师们这个捐赠仪式, 包括您看了这些作品之后, 您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 私设生于兄编, 我们国家现在就把疫情基本控制住了。 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 有新军数字, 第一, 请自智慧。 第二个, 有中国共产党, 八九都外大运。 第三个, 各界政府, 包括我们的新闻媒体, 他们都在精心精力地来做成这个事情。 所以说, 大家拧成一股劫, 他就能把这个, 就和锯穴头一样。 你要是一个穴头的话, 那你只能是一个穴头的力量。 我们拧着穴头以后, 就是大家的力量。 所以说, 我们中国人民是不怕任何人说邪话的。 我们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 掐起来了。 你就任何西法国家说什么, 我们四十生与兄编, 人民得到了爱了, 得到幸福, 得到借口。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不但是要战胜疫情, 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掐起来, 都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面对这场来世凶猛的疫情, 全国各地民众以风雨同舟之心, 守望相助之举, 齐深投入到这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还有许许多多像许近平老师、 周立方老师、 牛宝明老师一样的书画艺术家们, 一如既往地置身其中, 以妙比人心为抗疫之战, 加油鼓劲, 增光天才。 战胜疫情需要科学防控, 需要团结协作, 需要坚定信心, 更需要文艺的力量。 艺术家们的精心创作, 充分发挥了文艺服务防控疫情的特殊作用, 既是对坚守岗位, 救死扶伤, 忽悠人民健康的最美逆行者的欧哥赞美, 也是为人类留存记忆, 主照当下的爱心传递。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